美国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表示关注伊朗增强军力 克林顿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 定于星期日播出的预录电视采访时说 他希望伊朗内部能够有负责的公民社会领袖和宗教领袖做出努力 掌控他所说的国家机器 克林顿说美国希望伊朗返回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 并允许其核设施接受全面检查 与此同时伊朗总统埃哈迈迪内贾德在接受同一节目采访时说 作为对伊朗最近释放一名美国登山者的回应 他要求华盛顿释放他认为在美国被非法逮捕和扣押的八名伊朗人